2月10日中國男子兵球隊首戰美國 0比8輸給對手 12日又以2比3輸給德國隊 雖然成績不佳 但球隊成員的國籍問題卻被受外界關注 中國男子兵球隊一共有25名成員 本土球員只有6人 其餘19名球員都是出生在外國的歸化隊員 11人來自加拿大 美國有7人 1人來自俄羅斯 中共有嚴苛的國籍法 不允許雙重國籍 而國際奧委會奧林帕憲章第41條規定 任何奧運會運動員都必須為他報名的國家 奧會所在國的國民 《華爾街日報》在2月12日報導說 國際冰球聯合會手冊中一條規則顯示 改變國籍的運動員必須證明 他在10歲生日後 至少連續2個冰球賽季 和連續16個月即480天 參加了新國家的全國比賽 然後才能代表新國家參加比賽 報道說中國如何切法派出一隊主要由外國人組成的國家隊 成了北京奧運會最嚴密保密的秘密之一 中國奧委會、國際冰球聯合會或國際奧委會 都不回答有關冰球隊龐大的外籍隊員的問題 在中國隊外援名單中 最著名的名字是屬於 Jake Chalios 然而 在北京效力時 他的名字就變成 Jake Chalios Jake Chalios證實 他和他的幾名中國隊隊友 仍然持有美國護照 當被問及他是不是已經入籍成為中國公民的時候 他說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這個發表評論 外界很難知道這些外援球員是否有中國國籍 根據德國之星報道 中共冰球官員一直企圖限制媒體和球員接觸 冬奧會之前 球員被指示不要接受訪問 報道說 在10日慘敗給美國隊之後 美國出身的球隊守門員 Jeremy Smith在被問到 是不是放棄了美國國籍的時候 他借用和是美國出身的 自由式滑雪運動員 谷愛寧說過的說話說 這是體育 這是冰球 我在這裡代表中國 當我是中國的時候 我就是中國人 當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是美國人 中國大陸前公安 民主人士董廣平指出 中共不敢公開這些球員的資訊 就是因為 他就搞商場標準 你中共又不承認雙重國籍 這中間有些人 他是雙重國籍的 那麼中共為了金牌 他就寧願自己說的話不算數 去違背法律 他用臨時的 什麼長期居住證的人 代表他參賽 這本身就違反了 國籍奧委會的規定 中共很可能是給了這些 所謂規劃隊員的 雙重國籍開了綠燈 對中共這個流氓政權來講 什麼規則 包括憲法都可以不遵守 他讓你擁有雙重國籍 不就是小菜一碟嗎 德國之聲引述 英國專家馬克·德雷爾說 中共的做法是為了挽回顏面 很明顯中國本土球員在奧運會上 沒有競爭力 情況看起來確實非常非常差 最終每個人都將狼狽不堪 中國將會在冰球場上遭到屠殺 民主人士董廣平表示 中共花錢為北京冬奧會 招募大批海外冰球球員 也仍然無法逃脫失敗的宿命 他不滿的情緒就會在整個對賽中表現出來 有一個球員稍微鬆緊 他的整個攻防體系就會受到損失 董廣平認為 中共招募外籍運動員 企圖獲取奧運殊榮 和他在科技界搞的千人計劃同出一切 不過中國男子冰球隊慘敗也證明 這種靠偷、騙、模仿進行彎道超車的行為 注定不能成功 請大家多謝 請大家多謝 我們現在來講 彼此的聲明 請來聲明 請來聲明